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来介绍 外词与量词 首先我们从著名的苏格拉底三顿论谈起 凡是人都是要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是要死的 从直觉上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且正常的推理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命题逻辑 命题变相的形式 三句话都是原子命题 因此形式化为P与Q运含R 但无论如何 它都不会是重言式 也就是说 在命题逻辑中 它不是一个正确推理 这就和我们的直觉和常识产生了矛盾 那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命题逻辑中 得到的结论是推理不正确 因为PQR之间没有联系 但我们观察原有的三句话 里面谈到了人会死这个属性 谈到了苏格拉底作为人这个属性 因此说三句话之间是有联系的 那么命题逻辑没有体现出来这种联系 因此我们的工具需要进行扩充扩展 这就引入了谓词逻辑 那么在介绍谓词之前 我们先要定义个体词 所谓个体词 就是一个命题里表示思维对象的词 表示独立存在的具体或者抽象的一个课题 那么这个具体的确定的个体 我们称之为个体长相 一般用ABC这些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而抽象的不确定的个体词 我们称之为个体变相 一般用XYZ表示 就类似于在代数中的 XYZ123变量常数之间的区别 那么个体变相 它是变的 不确定的 但是它会有它的曲直范围 这个曲直范围 我们称之为叫做个体欲 或者论欲 也就是说 我们讨论的问题中 所有可能的对象构成了集合 那么宇宙间所有事物构成的最大的个体欲 我们称之为全总个体欲 之后在不特出说明的情况下 我们讨论的论欲都是全总个体欲 那么表示个体词性质 或者个体词与个体词相互之间关系的词 我们就称之为是谓词 有点像我们学的谓语 如果一个命题里面只有一个个体词 这个时候 表示这个个体词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或者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属性 这样的词我们称之为谓词 一元谓词 或一目谓词 以PX QX RX等等表示 例如我们表示苏格拉底是人 我们可以表示成human 苏格拉底会死 也可以用一元谓词表示 那么如果在这个命题里的个体词多于一个 那么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词 也称作谓词 这是多元谓词 若其中包含n个个体 PX1 X2 直至XN 我们称之为N元谓词 或N目谓词 这是它的表示形式 有点类似于函数的形式 例如 数X比数Y大 就是X大于Y 我们可以写成二元谓词的形式 XY相等也是 余贝亚中子7是好朋友 这是我们之前命题逻辑中举的例子 这时我们可以用二元谓词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准确的讲 无论一元谓词二元谓词 它是一个命题形式 不是命题 是一个形式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定 PQ是什么含义 而且这里的个体词XY是个体变相 是不确定的 不代表某一个确定的具体的事物 它可以变化 因此我们不知道PXQXY 真值到底应该是唯一的真还是假 那么只有我们给这些位词PQ赋予了具体含义 个体词XY取定为某些或某个确定的个体长项的时候 这个时候 命题形式才成为命题 但是通常在不一起混淆的情况下 我们也将命题形式称之为是命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世界上有黑天鹅 和实际上所有的天鹅都是黑色的 从常识上讲 两句话含义不同 第一句话是正确的 第二句话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位词表示的时候 它像表示的都是天鹅这个个体 是否具有黑这个属性 因此我们都表示成相同的位词吗 两句话 一真一假 不可能表示为相同的形式 那么两句话区别在哪呢 实际上在红色的字部分 有没有和所有的都是 有没有就涉及到零或若干 而所有的就是全部 那么它又涉及到一个数量关系 因此我们引入了第二个概念 量词 它用来表示个体数量的词 那么给位词加上量词 就称之为是位词的量化 那么量词可以看作是个体词 加的限制 约数 但我们后面讨论呢 不是讨论 具体有几个 有一个 有两个 还是有三个 至多一个 至少两个 不是这样的具体描述 我们讨论的是 两个最通用的数量限制词 而之前我们说的那些 只有一个 最多两个 至少三个等等 都可以使用这两个通用的词 来描述 那么首先介绍的是全称量词 读作对所有的X 或者任意X 或者一切X 那么含义呢 就相当于我们自然语言中的 任意的 所有的 一切的 每一个 凡任一个 等等 写作 任意X PX 如果任意X PX成立 指的是 对于论域 我们用D表示 D中的所有个体 X 它都具有性质P 也就是说 命题 任意X PX 为真 当且仅当 对于论域中 所有的X来讲 PX 均为真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 个体X 它的论域 我们使用的是 全总个体域 那么一切事物 都是运动的 我们可以形式化的表述为 任意X X是运动的 如果我们用PX 表示 X是运动的 注意 位词 不是集合 位词 也不是一般的 乘数句 它是包含 X的乘数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写上 任意X PX 或者 减写 去掉括号 在例如 之前 苏格拉底三段论中的 凡是人 都是要死的 论域 我们取 所有人 那么 这句话 就可以写作 如下的 量化后的 位词的形式 第二种通用的量词是 存在量词 用这个符号表示 读作 存在X 含义呢 相当于我们自然语言中的 某一个 有一个 存在着一个 至少有一个 有些 等等 那么存在X PX 如果成立的话 指的是 论域地中 至少有一个个体X 具有性质P 至少有一个 现在我们 看一些 例子 我们 论域 还是取作 全总个体域 那么 有的 事物是 水果 我们就可以 形式外描述为 存在X X是水果 如果用QX 表示 X是水果 这个包含 X的 陈数据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作 存在X QX 或者去掉括号 简写 这一讲就到这里